紙巾 進門口的左手邊有一個大大的陰櫃 這個是比較淡色系的木質紋 我覺得它櫃子開起來有點小卡 可能是因為比較新的關係 下面有一個保險箱 衣櫃的右邊有先附上兩件浴袍 如果要去做三溫暖的話 他說要直接穿這個浴袍過去 這邊的洗衣帶有這種比較正常的塑膠版本 這樣比較好裝一些就是穿過的衣服啊什麼的 對啊我們前幾家好像都沒有附這個東西 幸好我有自己帶 浴室出來呢 有一個可以置放行李箱的置物空間 往下呢它有附兩雙海灘拖鞋 方便就是大家可以去美西沙灘遊玩 mini bar的部分呢 它有附這個這邊很知名的 菠蘆蜜乾 還有品克洋芋片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邊的飯店mini bar 都會附這個品克洋芋片 還有這邊超多人在賣這個德國軟 還有各式各樣 它還有另外一層 那這邊就是有一些茶包啊 然後糖包 它這邊茶包給的算很充足耶 有早餐茶 然後這個是 是綠茶 還有烏龍 欸還有烏龍茶耶 我沒有看過飯店有給那種烏龍茶 就是這一家我沒有看他出烏龍茶 然後最後還有一包惡鬼 兩包惡鬼 就總共有八包茶 這樣算很充分 對啊 其他飯店好像都只給兩包而已 對啊 還有三合一的 這個應該是綠濃吧 對 它有寫 花到有附閉的 就是甜到爆炸的那種咖啡 也有給一種一般的黑咖啡 基隆的 mini bar的下方有一個小冰箱 裡面有一些酒水 Tiger的啤酒 還有汽水 7up 還有一個氣泡水 但是這個冰箱一打開就有一個 非常濃的榴槤味 應該是有人偷放榴槤在裡面 難怪之前有些飯店會寫說 就是如果你放了 像是榴槤這種水果在裡面的話 會額外跟你受Extra 就這樣 其實這邊也有資 他沒有跟我們講 欸 這邊我覺得他有些 小地方的設計有點不太抵近 比如說他把兩個萬果插座 放在mini bar的桌子這邊 通常這種插座應該是放在 床頭 不然就是有一個書桌 放在書桌旁邊 我第一次看到 直接放在mini bar旁邊 有點小小怪啦 這間飯店他的一個主體印象 會一樣是有這種海洋的風格 海水啦 一些貝殼 但是他的畫 我不懂為什麼要分兩塊 就是同樣一個空間 為什麼要這樣分兩塊 不是很連結啦 他這邊搭配的地毯也是這種深藍色的 有點海水紋 但他這個地毯的大小 我覺得有點偏小 因為通常地毯應該都會延伸到很中 走到中央 他這個感覺就是切在床的旁邊而已 有點奇怪 這個床的size他給的算是比較大一點 應該是雙人床 然後有再加寬的床型 然後軟硬度的話 感覺滿軟的 對是軟的 但是他這感覺好像是兩張床組合 因為中間會有一個凹陷 凹陷的感覺 應該是兩張組在一起的這樣 這邊他沒有附就是商務用的辦公桌 他就只有一個這樣的 算是茶几的小圓桌 然後有兩張沙發椅 另外他有給我們一個冰的小點心 就三塊餅乾吧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大家再試試看 再來啊 就是這個奇怪的插座位置又出現 這次出現在窗戶旁邊 然後沙發椅的下方 這感覺如果要充電腦什麼的也很不方便 變成你那個線要夠長 電視他用的是Sansung電視 但是這個設計你會覺得說 這應該是那種就是線帶都可以拉出來 然後融來抹去 結果我剛剛就是 發現他搬不出來 他是直接就是牽在裡面 這種壁掛式的樣子 住這間酒店有附贈30分鐘的桑拿板 一進門口可以看到有一個水壺 然後應該是如果口渴的話可以喝 另外還有兩個吹風機 不過這邊的缺點是沒有毛巾 進來的右轉 右手邊是兩間廁所 左手邊的話是淋浴的地方 這裡算是一個獨立空間 不用跟別人在一起 直走的話第一間的話是蒸氣室 然後他是黑色的 裡面有兩個座位 旁邊進來是烤箱 裡面的話有一盆水 跟一盆木炭 如果我覺得溫度太高的話 可以用旁邊的水降溫 今天晚餐我們要是訂Grab 我們訂的是農特利這家餐廳 我們點了一個魚保套餐 有一個漢堡跟薯條 還有一杯飲料 這樣大概是六萬八左右 然後還點了兩隻沙爹 這樣大概四萬四 另外還有點了一個像是台灣的雞排的食物 不過看起來有點小 這一塊大概四萬四 另外還有點了一個烤雞 烤雞好像三四萬左右 然後因為我們可能消費有滿了吧 所以他又送了另外一塊炸雞 這個沙爹他其實是用雞胸肉做的 不過吃起來還蠻軟的 而且醬汁也沒有說很鮮 吃起來外面還不錯 他有點juicy的感覺 不會說很乾彩這樣子 但是一隻差不多是 兩萬二元吋應該三十幾塊左右 算是還蠻划算的 因為他是整個滿滿的雞肉 吃起來很紮實 接下來我們來吃這塊很像雞排的雞肉 其實它看起來有點小 這樣多少錢 這樣大概四萬四 越南盾應該七十七五六十 大概六十六 六十塊左右 這有點小塊 差不多 對啊 不過它下面是沒有骨頭的 所以台灣雞排還好 算還好嗎 對 至少不會養到骨頭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像那種炸雞 只是它變騙重的肉這樣子 對啊 然後吃起來味道中間 嗯 吃起來有點辣辣的感覺 應該是有加一些像是黑胡椒 辣椒吧 辣椒之類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魚漢堡 魚漢堡其實裡面沒有什麼內容 就是只有一個魚片 然後跟一些像是高麗菜之類 再加一些生態的醬 可是這個魚還蠻厚切的啦 對啊 不過我覺得吃起來一般般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就是蠻清淡的一個魚肉 然後表皮是還蠻金黃酥脆的這樣 這邊的漢堡中間都不會加什麼 昨天那個JOLIEBEAT也是 我們先來看看這幾天 我們已經買了的一些戰利品 這邊是我們剛剛在超市買的 所以我們今天去巴拿山的路上 可以吃一下 我們買了一個這個GARY的捲心酥 外面好像有包一些堅果啊什麼的 因為台灣我們好像沒有看過這個捲心酥 只有看到那個蘇打餅乾 然後或是捲 就是比較圓形的小 像雀底酥那樣的東西 對對對像雀底酥 沒有這麼粗的這種罐子 所以明天我們想要試試看 不過好吃的話可以多買幾號 還有一個這裡我覺得蠻好吃 可是他們有一點像那種就是 玉米的乖乖 然後它吃起來味道會有點像 我們那種玉米濃湯棒 然後把它切得比較小塊小塊 然後我想說明天來試一下這一家 我們那天有吃過另外一家 比較大包的 然後味道是還不錯的 那個玉米濃湯味非常的濃 還有這邊我們有找到鹹的Pokey棒 一個是原味的馬鈴薯 這個是披薩口味的 台灣都沒有鹹的Pokey 然後看到鹹的趕快把它買起來 再來這一邊呢 就是我們今天去漢市場 那邊買的一些戰利品啦 我們基本上就比較喜歡那個 芒果乾 然後還有那個菠蘿命乾 還有這邊一定要買的椰子餅乾 然後這一家我覺得它的品質是很不錯的 它這樣子一公斤重 它是真的很實重 就是沒有在騙 真的是一公斤 然後分成五層小包這樣子 方便就是送的那種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品質 就是它還蠻算是比較厚切 我沒有比過幾下 它感覺就是裡面的量子比較多 然後也比較厚切 然後一開始的價格也是喊的比較實在 這個17萬 這個170萬左右 差不多 然後其他家都含什麼20 200 它這個200萬 而且還比較輕 對 有的200根本就是重量 看起來有五包 但是其實這種根本就大概只有它一半 然後椰子餅乾的部分 它是算我們6萬 對 對 大概6萬塊左右 對 就60塊 應該是7萬 因為一包大概 就是1萬塊 應該是7萬 它後來好像算我們6萬 應該是 本來就大概6、7萬左右 對 因為我們後來就跟它買買多 我們就都集中在那家買 然後它要買這個菠蘿蜜乾 那我覺得這家東西它都會給你試吃 然後都還蠻新鮮的 像這個菠蘿蜜乾啊 它有跟我們說就是 它是 2023年 2023年的12月中製造 然後可以放一整年 到明年底 對 大概明年底 就是整整一年 就是都很新鮮的 不會說就是已經放很久 都不要才在那邊拿出來買 我覺得這家品質是還不錯的 然後它比較靠近那個 漢市場的中間 比較靠近就是要上2樓樓梯那邊 所以大家如果有去的話 建議可以多看幾家 不用一開就太衝動了 對 因為門口就是最貴的 我們看門口這一包 還有人標180萬 就很扯啦 就是各種價格 隨便你這樣亂開 我覺得它就是要削那種 就是沒時間 然後可能就是 逛個廊山灘就要跑的那種 所以其實往裡面走的價格 我覺得其實會蠻划算的 蠻多的 好啦 目前就只有先買這樣 然後講一下這個椰子餅啊 它其實有點像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經典的餅乾 科空奶滋 對 科空奶滋的 它是比較厚一點 然後椰子味沒有那麼濃 然後比較 嗯 比較酥一點 然後這個它是比較薄片 然後椰子味超濃 然後它是就是很 烘烘烘烘 超脆的那種 不是酥脆 它是脆 偏硬 的那種口感 如果喜歡吃椰子的 這個應該會蠻喜歡的 對 不過我覺得科空奶滋比較好吃 這個椰子味有點太重 我大概喜歡 對 這個是椰子味很重 然後科空奶滋就是 牛奶味比較重 然後還有撒一些糖粉 然後這個它是沒有再撒糖粉 這邊跨年 就是跨完大概12點半 就已經收完 然後完全沒收 好強 好強 它們都是用持機車去跨年 所以散場 就很快 然後我們都是用走的 就敲蠻跟螞蟻 就慢慢走 早餐是在二樓的 The Market Place 好強 好強 其實這家早餐就很緊 很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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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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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它這邊頂樓的游泳池 很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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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它感覺是那種捕魚的船 左邊的遠方 可以看到 白魚環繞裡面的 那個 林蔭寺 還有一尊 觀音像 這是林蔭寺吧 對啊 然後前面就是 三茶半島 然後這邊它前面有 一個 瑞利森的標誌 還有一些 躺椅 躺椅的view面對 另外那邊也是不錯 是整個視野很開闊 然後看到一個海灣狀的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沙灘真的很舒服 我們昨天下去樓下採沙 它那個沙是那種很細的 我覺得比那種什麼巴黎島啊 還是什麼鋪雞島 的沙都比較偏粗一點 就可能腳踩才會痛 然後這邊是敲洗 然後石畔的旁邊有一個小熊的煮飯 大台的位置不得 它應該有些就是直接在沙發室這邊喝 原來我吃過去 前面好像是它的健身房 在這邊有著它的健身房 算是比較小型一點的健身房 每五星級回去 然後跑步級也只有兩台 然後有腳踏車 還有瑜伽球瑜伽店 還有一些縱訊的啞鈴 這個空間比我們家樓上的社區的健身房還小 對 然後景觀就是有一面是市景 另外一面呢 跑步的時候可以看的就是美西沙灘的海景 但是我覺得它跟那個西沙灘比起來 我覺得這間的健身房的view比較好 因為西沙灘的那個好像有點被 就是咖一半的感覺 遠方的那個跨年晚會的那個舞台還沒有收掉 我覺得它空間啊 洞械什麼 規劃的都還不錯 在等前奧的時候它很貼心 還有一個粉絲小點心 還有兩杯水 那小點心吃起來 很像台灣的那種麻花 只是它會辣 然後做成那種雞腿一樣 那次我們會在縣港待七天六夜 途中我們會去惠安、炫化、巴拿山和市場 還會去吃龍蝦大餐和法式餐廳喔 跟著我們一起去縣港自由行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一定要記得繼續看下去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喜歡的影片